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Astro Design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HDMI 2.1信号发生器VG887 它是一款专注于HDMI 2.1的信号发生器 比2019年发售的VG879性价比更高 它机型小巧操作简单,使用更加方便 还能完成HDMI 2.1代表性功能测试,受众广泛 可以在前面板通过轮盘进行操作 配合显示屏幕来确认输出 在产品背面分别有一个HDMI 2.1输出口 RS232C接口 以及一个仪态网接口来实现电脑控制输出 还有AC电源接口 可以选择输出符合CTA861G标准的2K、4K、8K的图像信号 最大可输出非压缩的4K120Hz YCBCR444和8K60Hz的YCBCR420的图像信号 此外,VG887支持HDMI 2.1的压缩标准DIC1.2 DIC1.2格式下可实现最大8K60P YCBCR444的输出 VG887支持最大12Gbps的FRL输出模式和传统的DMDS模式 FRL模式下可以改变传输比特率 也可以编输info frame 现在是筛选功能 像这样选择分辨率、帧率和色域后 就会出现相应的图像信号 非常方便 VG887可以输出的测试图像主要有这些 测试图像可以从这里选择 此外,可以更改窗口和三格图像的电瓶值 也可以更改窗口大小 也有滚动功能 现在您看到的图像含有边缘线、圆圈以及中心点 它能帮助您确认过扫描、纵横笔 ITE宽色域的4K、8K图像机 VT7007以及Astro Design独有的HDR图像机 VT7009和VT7010都是VG887可以选配的选件 VT7010图像机里有8K、Monoscope清晰度测试考 VG887可以输出客户自己的图像文件 例如未图以及12比特的TIFF格式文件 即使是8K图像也能通过USB3.0快速显示 EDIT和ICDC信息可以保存到U盘 发送HDMI2.1信号所需的Link Training 通过这个对比表可以看到VG887和VG879的区别 其中8K全分辨率的滚动功能只有VG887可以实现 VG887不支持HDMI的CTS认证测试 VG879支持 我们认为支持4K120Hz和8KHDMI2.1信号的产品 在以后的市场也有很多需求 所以即使您目前没有开发HDMI2.1产品 VG887也可以输出DMDS信号 所以它不仅可以用于目前的产品开发 也可以为以后做准备 我们相信方便小巧性价比高的信号发声器VG887 会对您在电视显示器及其他多样的显示产品开发有帮助 如果您对产品感兴趣 请通过屏幕下方联系我们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